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当年美国曾把中国向世界出口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称为产能过剩 现在又给中国向世界出口新能源产品贴上了产能过剩的标签 按照这个逻辑 美国的芯片特别是高端芯片有80%用于出口 猪肉和农产品也大量出口 这种情况是否也可以被称为产能过剩呢 事实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占生产的比例远低于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 谈不上过剩向海外请销 美方抛出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 看似是经济概念 背后包藏的是遏制打压中国产业发展的祸心 旨在为本国谋求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和市场优势 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霸道霸凌 当今时代供给和需求都具有全球性 不同国家的产能高低是各自比较优势决定的 必须从经济规律出发 客观辩证理性看待 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优势是靠真本事获得的 是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塑造的 给别人看药方治不了自身的病 以产能过剩为借口 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反而会损害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损害新兴产业的成长发展 损害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和绿色转型发展的共同努力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 秉持开放心态 坚持公平竞争 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打造真正国际化 市场化 法治化的经贸合作环境 同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经济全球化 向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